单一顺母 二十四孝之四 朝代 周朝 孝子 名笋 在孔子的弟子中 除了曾孙是有名的孝子 还有名笋 也就是名子谦 也是极为孝顺的一位 她年幼的时候 母亲不幸早逝 父亲又给她娶了个季母 季母陆续给她生了两个弟弟 或许是因为名字谦 不是她亲生的 居然心深度很偏思之情 冬天 大雪纷飞 寒气别人 季母为亲生儿子裁剪冬衣时 就一厚厚暖暖的棉花 细心的装填缝制 而给名字签的冬衣 就随便塞一些野地的挪花 棉花和冬衣服 棉花和挪花制作的衣服 外人一看 哼 三个兄弟都穿的厚吞吞的 都很暖和吧 其实 挪花一点也不保暖 所以 所以 名字签经常动的发抖 有一天 父亲外出 叫名字签替他驾车 冷风 嗖嗖地吹过来 他就忍不住发抖 手脚都不听实话 那马绳还怎么能窝得住 一时不慎 只听当了一声 马绳掉在了地上 他吓得脸顿时变色 全身色索颤抖着 一时不知如何是好 父亲与他做事不认真 非常生气 只签 你连马车都架不好 我 父亲举起鞭子就来抽打他 那从小 几下就把他的衣服打破了 里面的炉花露了出来 父亲一时正在那里 随即明白了一切 顿时火冒三丈 马上气冲冲地回家 就要把继母给修掉 你作为母亲 却如此对的儿子 我怎么能容你 继母大惊失色 悔不当初 明子清看到这种情况 不大没有幸灾乐祸 反而急忙跪在父亲面前 苦苦相劝 父亲 有母亲在 只有我一个人忍受几寒 可是 若是把他修了 两个弟弟也要遭罪 请求父亲 把他留下吧 父亲听了这一席话 百感交集 老泪纵横 子千 难得你有如此小心得心 我把他留下便是 然后又对继母说 你可知错 若再发生这样的事情 我绝不留你 而继母也深感 明子天 懂事名语 自觉惭愧 从此 她就痛改前非 将明子天 事如己出 谈爱有加 一家人 和和睦睦 其乐融融 不知让多少人羡慕呢 只为人 子者 然后可以为人 其他的人羡慕呢